DK 哈囉 晚安 大家今天聽歌了嗎? 我是Kennigy 我今天要來介紹李千娜 即將在12月21號發行的 全新台語專輯中的第一波主打歌曲 這張專輯呢 是李千娜從出道以來第四張的專輯 也是他首張台語專輯 全部都是台語歌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欸?他以前不是唱過台語歌的嗎? 只是他前三張專輯 他對,是有台語歌在裡面 但是就是無台語混搭的專輯這樣子 那這一次呢 他完全就是一個女台語歌手的身份 來發行這一張全台語的全新的專輯 在12月21號即將就要釋出了 所以我自己是還蠻開心的 以前大家又出了新專輯 然後不知道大家對這首歌剛出來的時候 一聽到有什麼樣的想法 因為我聽第一遍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完全 完完全全就是大齡女子的台語版 對啊,你不覺得嗎? 而且我為什麼會這麼說 是因為他的作詞作曲人就是一模一樣 原班人馬 大齡女子的作詞人叫做陳鴻宇老師 那作曲人呢是蕭黃琪老師 那這首歌就是原班人馬好不好 蕭黃琪跟陳鴻宇老師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這首歌 我覺得他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可能是在於 除了就是國語跟台語的差別 那大齡女子他本身有那一種 這個女生可能他已經有一點事業了 那可能是事業有成 然後或者是他在各方面的生活狀況 老實說都還算是蠻圓滿的 但他唯獨只缺感情這一塊 那雜佛金娜呢就是在講女孩嘛 然後來到都市打拼 他後面有講 那就是在說他其實是北上來台北打拼 那其實我覺得啦 就是在講李千娜自己 那他自己的歌曲的介紹呢 也有說可以代表很多年輕 正在為生活努力打拼的女性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李千娜是男投人 然後我媽的名言 男投出美女 男投出美女 我目前想到的有四個人 第一個就是李千娜 再來是隨堂 然後還有一個是田莉 那第四位呢就是我媽 這名言是他講的 還是要把他算在裡面 我媽還是美女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 最大部分是在講他的心境 那如果真的這首歌 是在講他的心境的話 這在意味著什麼呢 裡面有很多的新牛賽 就是不知道 也蠻開心 如果他真的有 就是有下一個階段的話 當然是我們這種 粉絲樂意見的好不好 就祝福他到底 再來呢 如果是從頭認識李千娜 這位歌手的歌迷朋友的話呢 會知道其實李千娜是 超級星光大道第二屆 出來的歌手 然後我其實老實說 當下聽到 這首歌 我覺得 他給我的驚喜感 跟喜悅感 非常的大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 超級星光大道的忠實粉絲 一到七屆 我每一屆的 每一集 每個禮拜 我都會看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一到七屆的冠軍是誰 我看到 第一屆是林又嘉嘛 再來是 賴明偉 徐佳瑩 方又欣 孫姿佑 欸 孫姿佑 孫姿佑 孫姿佑到底要不要出專輯 孫姿佑 他是我目前 最期待 然後最期望 他 趕快出專輯的 星光大道的選手 到目前為止 他只出了一首單曲 然後就消失不見 然後他好像 有在舞台劇 還是歌舞劇的樣子 只是 專情啊 孫姿佑唱歌也是非常好聽 所以 第五屆是孫姿佑嘛 然後第六屆是胡曉 第七屆就是李家衛 所以 我這個忠實粉絲 這幾屆的歌手 其實 看到他們 從以前到現在的轉變那麼大 然後進步那麼多 是非常非常開心的 因為李千娜 如果大家有印象 他在參賽的時候 還有剛出道的時候 唱歌的方式 他有一點 到某一個高音 就是到一個點的時候 他的聲音就會 鼻音非常的重 然後有點 有一個 牆卡在那邊的感覺 會 上不去 然後 到現在 從第三張專輯開始 就已經 有非常大的進步 就是他的 鼻音的 嚴重程度 是降低 非常非常多的 然後聲音更廣 更 闊 然後也 更有穿透力 更渲染力 然後一直到 2017年的 不曾回來過 就是好聽 怎麼唱都好聽了 然後這一張專輯 就是好聽 我在想他 如果他這張專輯 有成功入圍 明年第三十屆的 台語女歌手的話 欸 他如果又得獎 就會變成 好像是台灣首位 三金都拿的 女明星 因為他 有拿過金馬嘛 朱莉葉 最佳新演員 然後又拿過 金鐘 通靈少女的 最佳女配角 秘密巨集的 最佳女配角 如果他金曲 又拿一個 最佳台語女歌手 哇塞 這個 這個鍍金的程度 欸 他走在路上 會發光了 咧 對不對 我覺得大家可以 期待一下 如果他這一次 報名金曲獎 如果有成功入圍的話 說不定他呼聲 會是最高的 你看 三金整一度上去 身家就不一樣了 李千娜 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的 全方位 認真全方位的女明星 然後這一首歌呢 其實我自己在翻譯的過程中 是滿興奮的 然後也 我覺得有點花我太多時間 因為畢竟要從台語翻譯成英文 我自己還是要先度過一個台語到國語的過程 然後再到英文這樣子 所以對我來講是有一點點挑戰的 而且這一次的歌 雜佛金娜 他有很多的修辭 跟我們其實台語聽得懂 中文也聽得懂 但是英文沒有辦法這樣子用 會聽不懂的一些文法 像是最後面的那幾句 我們都聽得懂 對不對 我們都聽得懂 但是你要翻譯成英文 就是 是 對我來說 我剛遇到這一段歌詞的時候 是讓我愣住的 然後後來 我一直經過的羞羞改改 羞羞改改 才得到現在的版本 是 Someday I will wear my destined wedding dress That hand there already And I long for it For every day and night 所以 這一次的翻譯 還蠻有挑戰性的 對我來說 然後 我不知道這樣翻對不對 所以如果大家對於我這一次的翻譯 有一點想要糾正我 或是改正我 歡迎大家來跟我討論好不好 就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或者是在內部影片讓我知道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就是有一個詞 是我自己思考比較久的 就是 淡薄 那它在裡面是 白人在伺服我為生活變淡薄 的那個淡薄 因為我自己 知道淡薄的意思 就是 一點點的 少少的 微小的 所以 你如果家中有長輩很常講台語的話呢 他們會說 淡薄 淡薄 或者是這個東西 淡薄 就是 一點點冷啊 或者是這個東西 一點點鹹 稍微鹹 這樣子 所以我在看這句歌詞的時候 我就馬上拿去問我媽 我說媽 你看這句歌詞 你覺得淡薄在這邊是什麼意思 然後她看完這句歌詞的時候 她就說 就說 怎麼會那麼懶惰 別人在玩 就別人在玩嘛 啊 我只會生活加減打拼一下 這個感覺 打拼一點點的感覺 她說 那要拼拼 我說沒有其他意思嗎 她說 如果要這樣看的話 嗯 他們 他們能理解的 白話 上面的意思 就是 我 為生活打拼一點點 或是我加減 為生活打拼一點 所以我後來 花比較久的時間 去認真的 想這句歌詞 是什麼意思 我自己的感覺是 對啊 別人都在遊玩嘛 那我呢 為了生活 就是拼了命的 不管這份工作的收入有多少 或者是有 能夠為我的生活幫助有多小 那因為她 對我的生活有幫助 我為了這麼一點點小小的東西 我也願意去拼 為了我的生活 我都願意去拼 這樣 所以 有點算是 拼了命的 為了生活的那種感覺 這樣子 所以我後來只翻成 Fighting for Life 所以 我覺得這一次的歌詞 也讓我 更認識 多一點的台語啦 所以 還蠻開心 能夠 有台語歌 來翻譯成英文這樣子 很開心 然後 我覺得也 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她在12月21號 我覺得12月21號 是什麼日子 太多歌手 要在 這一天發專輯了吧 這一天應該會 很精彩 那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這一次 李千娜的 全新的專輯 那她是 首張 台語專輯 全部都是台語歌的 那這首歌 介紹給大家 來自李千娜 12月21號 即將發行的 台語專輯中的 首播主打歌曲 Jaboginna See you